专访金字笙来台工作与偶像。许愿,让我出演五月天MV。 金字笙专访。图记者林百年社。 由文化部行动宽频资助拍摄的戏剧《仿躲虫》的记忆照来台,任意人合作出演。 剧中担任拉面店老板的日记演员金字笙,在上月初特地为戏来台宣传,并抽空接受Now News今日新闻专访。 出道19年的她,是首次出演台湾导演指导的戏,心情紧张又雀跃,但也开心因作品结识台湾艺人装盖勋,喊话下次她戏剧又要客串的角色。 一定亦不容辞此非来出演,更许愿希望能在天团五月天MV中尬地角。 43岁的日本演员金字升演过无数电影及电视剧,最具代表的则是百兽战队亚费连者,而她今年首次出演台剧《仿躲虫》的记忆,剧中饰演一名拉面店老板岛田深思。 她透露,曾为戏剧朋友的面店伴师学艺,自豪客人要花钱的话,以我的主意绝对卖得出去。 除了老板,金字升也在剧中牺牲色相,花了三小时拍摄SM桥段,受访时更不害羞地拿出手机, 找出当时拍摄的限制及照片分享给记者,无论是演技或身材,都有十足的信心。 。 金字升专访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。 。 绑片中,岛田深思有两句名言是没有爱,性就不老实。 。 没有性,爱就不踏实,以及会说谎的女人,才是好女人,问喜金字升是否认同。 她非常赞同这想法,但透露跟太太认识二十多年,无法再做出浪漫的举动,老婆反而会觉得她很怪异。 。 至于说谎,金字升认为她一定常说谎,只是自己太迟钝没有发现,反倒是她常说谎被老婆拆穿。 。 金字升出道至今19年,育有三名子女,但她却不愿意小孩踏入演义圈,问起原因。 她说,我觉得这工作非常不安定,就连我下一个工作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,这种有一餐没一餐的职业,我不希望她们踏入这环境,可是她们还是想在演义圈发展的话,我也只好支持她们。 。 。 虽然小孩目前对演义圈声台一无所知,但金字升透露,她们都会捧场自己作品,只是故事以小朋友年纪来说不易理解,所以至今从未与自己讨论剧情。 。 。 金字升专访。 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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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。 。 。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MV即使不开声音,都能知道剧情在表达什么。 除此之外,他也表示因为接触到台湾营业,从中学习到不少演技技巧,期盼下一个合作机会赶紧到来。 放夺虫的技艺已在I-ActiveApp上下播出。 金子生砖房。图记者林百年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